再來,沒問題的話 同學,我們繼續看24題 看24題 24題它在講什麼呢? 來,同學 它說,已知有償4跟5,兩個線段 現在虛誤何者正確,何者錯誤 同學,何者錯誤 如果有一個線段是3 那可不可以構成直角三角形 可不可能構成直角三角形 它一定有4跟5這兩個邊了 它說,還有3 可不可能構成直角三角形 當然可以,多少 3,4,5,所以A 它是對的 B 如果有另外一個常識,更號41 更號41 那可不可能構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我們就再算一下 來,看一下 它的平方多少?41 它的平方多少?16 它的平方多少?25 這兩個加起來沒有等於41 有 兩邊的平方盒加起來會等於另外一邊的平方 所以呢,它也是直角三角形 沒有錯 那C,我們看一下C C呢,它說 若有一個常識1公分 若有一個常識1公分 那可不可以構成一個 頓角三角形 有沒有可能 同學 1 45 1加4 等於5 兩邊合 等於第三邊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呢,它不要說 構成頓角、直角,它什麼角都不行 所以呢,答案C是錯的 那豬呢 豬它說呢 有另外一個45 那有沒有可能 4加5 有沒有大於5 有 而且它5跟5是等長 所以它這個 等腰三角形 沒有錯 所以24題的選項要選多少 24題的選項選C 好不好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2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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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來,我們今天繼續喔 25題 他說 如附圖 AB等於BC等於AD AB等於BC等於AD 他們多相等 再來 我來把這邊連起來 然後再連這一條 來,看一下喔 他說 BC小於CD BC小於CD 所以這裡比較大 那這裡呢 這都一樣 都是小的邊 對不對 都是小的邊 然後他問你 下列敘述咧 何者錯誤 來,我們把那個 1234把它標上去好不好 這裡是1234 那請你 角1會不會等於角3 角1會不會等於角3 會啊 為什麼 等腰等腰 對不對 同學等腰 角1等於角3 那再來 角1會不會小於角2 角1會不會小於角2 好 B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保留 等一下來判斷好不好 因為B要用到樞紐定理 我們先看一下C 角3會不會大於角2 角3會不會大於角2 角3跟角2誰大 角3跟角2誰大 那 還有角4跟角2 來同學 角4跟角2可以馬上判斷 好 C 目前我們先不判斷 那請你角4跟角2誰大 大邊 小邊 角2對大邊 角4對小邊 所以角2大於角4 所以珠也是錯的 那請你B跟C 角4大於角2 他選錯的 角4小於 對 角4有沒有小於角2 有 所以珠是對的 珠是對的 那B、C 誰錯 B、C 誰錯 我們看一下 那角1跟角2誰大 角1跟角2誰大 我們樞紐定理有什麼定義 樞紐定理 什麼叫樞紐定理 當我的兩個夾邊等長的時候 兩個夾邊固定的長度 固定的長度 那這邊有一條跟它一樣 跟它一樣 這裡呢 這兩條一樣 那他們所對應的 所對應的 所對應的邊 所對應的邊 這邊如果比較大 這邊如果比較小 那這個角就比較大 這個角就比較小 那這邊是共用邊 有沒有 共用邊 這兩個邊等長 這邊等長 那我知道 這邊是最大邊 這裡是最小邊 因為他們三個一樣小 這是最大的 那請問你誰比較大 但是角2比較大 角1呢 比較小 角2大 角1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 角1跟角2誰大 角1大 角1跟角2 來角2大於角1 所以呢 角2大於角1 所以B也是對的 那C呢 角3跟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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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2比角1大 角1等於角3 所以角2有沒有大於角3 有 角2大於角3 所以這裡大家選什麼 同學這裡要選C 好不好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看一下 26題 26題 我們看一下 26題 26題 題目在講什麼 26題的題目在講什麼 我們看一下 他說有3公分 4公分 5公分的吸管 各一根 那7公分的吸管 有兩根 從這5根吸管中 認取三根 組合成三角形 可以組合成幾種三角形 幾種三角形 他說有345 這裡有三根 各一根 然後呢 7公分的呢 有兩根 7公分的有兩根 那我怎麼去把它排出來 可以排出來 三角形 那怎麼辦同學 我就固定 從最小的固定 我固定3 固定3 那就怎樣 345 同學一樣喔 一樣我們做一個觀念 怎麼排列 來 A 小於等於B 小於等於C 為什麼這樣寫法 避免呢 重複排列 我再重複 有些同系列 在前面排過後面再排 要重複排列了 然後呢 我們就怎樣 從最小的 345 那345完以後呢 再什麼 347 那7有兩個呢 基本上這樣排出來 大概就只有算同一個 好吧 那347排完以後呢 3能不能再排 3不行了 那就排4 那是什麼 457 那是什麼 477 可不可以 345 還有一個什麼 357也沒排 這邊還可以排357 好 345 347 還有357 還可以排個357 對不對 還可以排個357 好 那3都排完了吧 最小的 第二小的 第三 好 最小的 第二小的 第三 還有3什麼 377 377可不可以 377好像也可以喔 377 因為它這兩個呢 一樣把它抓下來排 那排完以後呢 再排什麼 4 4什麼 457 457 再來呢 477 對不對 那4排完以後再排什麼 577 577 577 我就從小的慢慢往上排 那這樣看起來有幾個 1234567 可是都可以嗎 有一個剛好不行 誰不行 你看喔 兩邊有沒有帶第三邊 有 兩邊有沒有帶第三邊 沒有呢 那沒有怎樣 它就不行了 好不好 兩邊有沒有帶第三邊 有 兩邊和帶第三 兩邊和帶第三 都有 所以單有幾種 單有六種可能 就這六種 好不好 好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繼續看下一題 27題 27題 27題題目在講什麼 那所以26題選項要選什麼 要選B 26題的選項要選B 有六種可能 來27題 而且它說呢 如負圖 這裡呢 有個線段 AB AB線段 那終點呢 是M 終點是M 那我把這個 這個線段 AB呢 我把它排成一個什麼 三角形 我把它排成一個三角形 是怎樣 一個三角形呢 這樣三角形 好不好 A S Y 那這裡呢 是35度 這裡是35度 這裡多少 120度 25 這裡呢 25 那基本上 A跟B呢 它是在同一個點的位置 把它排成一個三角形 好不好 排成一個三角形 那現在說呢 請問你 把這個三角形呢 跟這個邊呢 把它組合起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M點呢 是比較接近 S點 還是接近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這邊呢 是最小角 所以呢 這是最小邊 那這裡是中的 那這裡什麼 大的 那我從A呢 如果A來排的話 A到Y呢 A到Y是比較短的 A到Y是比較短的 A到Y是比較短的邊 A到Y是比較短的邊 那如果B呢 從B到X呢 V到X它是什麼 它是最長的邊 它是最長的邊 V到X它是最長的邊 A到Y呢 是最短的邊 那Y到X就在這裡 那求你 這個M這個點呢 是比較靠近X 還是比較靠近Y呢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不好 所以比較靠近誰 比較靠近X 所以大家選哪一個 離X比較近 離Y呢 比較遠 離X比較近 所以27題選什麼 選C 不要 27題選C 好 這個沒用題的話呢 我們繼續看 第28題 第28題 28題題目在講什麼 同學 他說 如附圖呢 正三角形 ABC 如附圖呢 正三角形 ABC 來 這個是ABC 然後這裡呢 他又畫了三條線呢 分別平行 BC AC跟AB 畫了三條線呢 分別平行 來 那我們看一下 假設這條第一 在這裡 第一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FG 再來一個FG FG呢 假設在這裡 好不好 FG 在這裡 再來 一個 HI HI 假設是這樣平行的畫下來 HI 來同學我們看一下喔 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它是一個正三角形 平行平行平行的話呢 這也是60 60 60 同學 很神奇是什麼 這些所有的小三角形呢 也都是正三角形 為什麼 同位角上來 這裡是60度 同位角呢 同位角上來 這裡也是60度 同位角上來 這裡也是60 懂不懂 6060所以這裡也是60 這裡60 懂不懂 同位角上來這裡也是60度 那 全部的小三角形都怎樣 都是60度的正三角形 好 然後它又說呢 這整個的周長是多少 整個周長是66 那請問你 一個AB邊的長是多少 就是66除以3 多少 22 22 再來我們看一下喔 它說這裡呢 H1等於3 H1等於3 所以這裡是3 這裡是3 這裡是3 這裡也是3 那 GI呢 GI GI GI是多少 GI是4 所以這裡是4 這裡也是4 這裡也是4 然後DF咧 DF咧 他說DF的話咧 多少 這裡是5 這裡也是5 這裡也是5 對不對 好同學我們現在假設喔 我假設咧 這一條 我假設一條 是X 這一條咧 是多少 是Y 那請問你 XY等於多少 XXY 多少 是不是22 減5 多少 17 對不對 好來 那同學注意喔 注意看這邊 這個呢 平行 這個呢 也是平行 所以這裡會不會是一個 平行四邊行 有沒有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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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四邊行的定義是什麼 兩組對邊呢 互相平行 那我現在如果假設 如果假設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Z好不好 這裡是Z 這裡是Z 那你看喔 3加Z 是不是等於Y 然後呢 這裡多少 4加Z 是不是就等於X 有沒有這裡是平行四邊行吧 平行四邊行 平行四邊行 所以呢 3加Z是等於這一條Y 3加Z會等於Y 所以Y呢 就等於什麼 3加Z 有沒有 那這裡呢 4加Z 有沒有等於X 4加Z 4加Z等於X 所以X等於什麼 4加Z 那把它們加起來 等於多少 17 4等於17 那這裡的話呢 4加37 一過去呢 減7 2Z等於10 2Z會等於多少 10 所以Z等於多少 Z就等於5 那這邊Z等於5的話呢 那每一邊都怎樣 都是5 所以這個小三角形是 周長是多少 12型呢 PQR的周長呢 三角形 PQR的周長 就等於多少 3乘以5 等於多少 15 好不好 15 所以28題選項選什麼 選C 28題的選項選什麼 選C 好不好 同學 好 沒問題呢 我們繼續看 最後到數兩題 第29題 第29題 他題目在講什麼 他說 如圖四邊形 ABCD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正方形 29 它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呢 然後呢 取各邊的終點 各邊的終點 各邊的終點 我再把它連起來 再把它連起來 理論上它也是什麼 它也是一個正四邊形 正方形 然後呢 取這裡的終點 取這終點 這樣把它連起來 把它連起來 把它連起來 它要求這一塊的什麼 面積 它要求這一塊面積 然後他說MF呢 MF是多少 他說 這個是A B C D E F G H 這個是M 他說MF呢 多少 4 MF是4喔 同學 那我現在假設 我現在假設 它這個是個大正方形 四邊終點連線出來 它還是一個正方形 它還是一個正方形 那我現在假設這裡是X 那這裡就多少 這裡是就2X 對不對 2X 那這邊呢 一定是直角 那這邊用勾股定理 我可以知道什麼 我們可以求的呢 S平方加2X的平方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4的平方 所以這裡呢 5X平方等於16 所以S平方等於多少 S平方等於5分之16 同學 不要求出回Case喔 我們沒有要求出回Case好不好 那麼再看一下 這裡呢 我如果把這邊畫一條線下來以後呢 你發現呢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剛好是什麼 這個正方形的什麼 一半 正方形的一半 那請問你正方形的面積是多少 EFGH的面積呢 EFGH的面積是多少 它是等於2X乘以2X 等於多少 4X平方 那三條形MFG的面積剛好是它什麼 一半 三條形呢 MFG呢 是這個的一半 所以是等於2分之1乘以4X平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知道s平方是多少 同學s平方是五分之十六 五分之十六那就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乘以四乘以多少 五分之十六 那可以約分二一二二四 所以答案等於多少 五分之三十二 五分之三十二 所以答案選哪一個 二十九答案選C 來 最後一題 同學我們看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題目在講什麼呢 他說 如果說abc 三個是三角形abc的三個邊長 那請問你 絕對值 a加b加c a加b減c 加更號 b減c減a的完全平方 那這要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三角形呢 兩邊盒怎樣 兩邊盒要大於第三邊 三角形兩邊盒大於第三邊 所以這個出來一定是什麼 裡面一定是正的 裡面一定是正的 那這邊呢 三角形呢 一邊減兩邊 一邊減兩邊 也就是說這等於什麼 b減到c加a 兩邊盒大於第三邊 它出來一定是什麼 負的 可是因為我這邊有平方 我這邊是有平方 對不對 那平方的我裡面對調可不可以 可以對調喔 變什麼 更號 c加a怎麼辦 減b的完全平方 那這邊呢 平方更號才怎樣 可以抵消 所以這邊怎麼辦 直接放下來以後呢 我直接把角質拿掉變什麼 a加b減c 那這邊呢 c加a減b 對不對 那誰可以消掉 誰可以消掉 加b減b 加c減c 所以它等於多少 2a 同學 如果它是2a的話呢 選項是選什麼 選項就是選b 我們選項呢 就選什麼 b 好同學 這一張呢 我們這一份考試我們就講完 講解完畢了 講解完畢了